29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就追溯中共病毒起源 召开了听证会 听取了专家证人的意见 预讳者包括川普政府时期 担任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助理部长的吉瑞瓦 以及2020年曾接受美国国务院委托 零等疫情调查小组 目前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艾雪尔等 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和专家都指出 听到了越来越多的报告和证据表明 中共病毒可能来源于武漢实验室 另外共和党人要求拜登政府和国贵民主党人 采取具体行动迫使中共赔偿隐瞒疫情的损失 在美国各界要求中共对中共病毒疫情进行赔偿的呼声中 联邦众议员布鲁克斯提出了新法案 要求中共如果不向美国人支付赔偿金 就对中国商品增加10%的关税 新唐人也在电视上瑞珍综合报导 这些作为我们所在印象中的主要 要求提出编写员和专家 在并且在美国人的球迫 岁列给阶约的不向美国人伸口 第4日子 在海阶线里面设计员和专家 带战争和专家